大家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像我个人就非常喜欢黑色 像是我很多黑色的衣服 裤子 还有鞋子 甚至也内裤 嗨大家好 我阿伟啦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这次的企划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黑色的穿搭 而且是全身黑的这种穿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观察到一些设计师呢 他们平常出席时装周的时候 都会走一身全黑的造型 不管是三本钥匙 Kim Jones 或者是Denna 这些大师真的非常喜欢穿黑色在秀场里面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 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喜欢穿黑色的呢 而且我觉得黑色它能够容纳的穿搭范围 是非常广的 可以走简约舒适的感觉 或者是比较时尚的感觉 甚至是街头品牌也会出一些黑色的单品 那我自己呢 就是想用这次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几套全黑的穿搭 顺便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穿搭这些风格 也给大家一些穿搭上面的灵感啦 而我这一次呢 也会依照穿搭的难度 有浅路深的去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我穿搭的单品 还有思路的分享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最后 去看一下每一套穿搭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看第一套穿搭吧 第一套是上短下短的宽松街头风格搭配 这样的搭配其实在韩国潮流圈还蛮流行的 而且还蛮适合夏天 而这一套呢有一个关键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先讲一下上升的单品啦 夏天太热了 真的最凉爽的穿搭方式 就是单穿一件短袖 那我自己最近是入手的这件 R-Legacy跟Stuzy的联名 买的是超oversize的XL号 真的是非常的大件啦 它的图案是带有斑驳感的印刷 而且在背后Stuzy的标志啊 还有那些文字都是用涂鸦的文字 所以让这件T恤充满了街头艺术的叛逆感 那说到搭配的裤子自然就是宽松的短裤啦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穿宽松啦 而这件呢是我非常多年前买的 一件Uniqlo Girl Car Shirt 它很宽的裤口就是这一类型穿搭的关键啦 也让裤管在下身呈现一个接近A字形的轮廓 让上身跟下身的宽度协调不会有落差 鞋子的话就搭了一个我很常穿的Vans 酷硬的风格也打造整体穿搭的一致性相当的舒服 上宽下宽的版型穿起来空气感足够也比较凉 展现出全黑的酷酷态度 同时又能够凉爽的外出 是很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出门的一套穿搭 如果要我点评这套穿搭的话 真的就是一个自量啦 真的是非常舒适喔 上短下短在夏天真的是非常舒服 那我自己最近也有在看一些比较宽口的短裤 所以大家如果有推荐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二套穿搭吧 酷酷集团的原意大家可以去听台通的157集 那这套我就是想要呈现一个酷酷集团的感觉 虽然意思稍微不太一样 但这套真的很酷 就是用比较简单一点的先锋机能的风格 上一是Prototype这一季出的半拉链赛车服 那我是跟IJ他们买的 这件真的是非常的帅 那他设计这些文字我就觉得很特别 他又带有点工业的冰冷感 Prototype其实是我近期很关注的台湾品牌 他们推出的服装都是以工作服为主题 配色和设计上都有一种酷感 所以我才说这套是酷酷集团的搭配 那因为上身的单品是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机能面料 所以我下身的就会选择一样面料比较接近的材质 例如像是尼龙或锯子纤维我觉得就很适合 那我带的是Next Hype的喇叭裤 他的版型就比较宽松 而且是喇叭裤很有特色 另外因为他是素黑色 也不会抢走上身衣服的风采 黑色喇叭裤我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一样单品 像我最近就有推荐我哥 只能说就是一试成组户 那我们来看第三套 这套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 Old Awe is back 老观众应该会很熟悉这种风格 因为我以前比较常穿日式的Smart Casual 那这种风格重点就是看起来要很轻松很飘逸 服装的坠垂感和飘逸感要出来 因此上衣我就选择面料柔软的开领衬衫 这件也是蛮久之前在GU买的 好像已经变成他们的定番了 那它版型的宽松度可以带出适度的落肩感 而搭配的裤子也是GUJG的宽版西装裤 不得不说真的是一条好裤 它的面料滑顺不会起皱 而且有轻度的弹性很好穿 重点是还有立体的折线 让裤子多了一份俐落的感觉 搭配上皮鞋整套搭配就很有一种商务混休闲的感觉 是还蛮适合夏天的臭臭穿搭 说到这啊GU记得 call me 第四套 is go poor baby 就说这个风格会起来吧 那我这次的搭配就有点想特别增加层次感吧 所以我就把10株鸟外套下摆缩紧 露出内搭可以做出一个中层的交界 那ZETA SL已经是鸟排里面最薄的硬壳了 不过在夏天的白天穿可能还是会有点小热啦 但我的逻辑就是说带着这件外套出门 晚上走路骑车的时候穿就还可以啦 夏生大的黑裤一样是Nex type的同一件 这样的搭法就还蛮显高的 也能够go poor在近期受到许多国内外的朝人喜爱 当然大家如果不追求全黑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牛仔裤军裤等等的单品来搭 我觉得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一次走全黑我个人也是很满意的 那我觉得穿搭有趣之处呢 就是可以利用不同的单品来组合 创造出自己喜欢的效果 而穿搭的真的就是 自己穿自己满意的样子就OK了 不用去要求太多也不用太严格的去省事 自己穿出最舒服的状态就好了 我觉得这套穿搭算是我在近期呢 慢慢去钻研这种go poor穿搭的时候呢 有学到的一个点 那我觉得多看一些网络上的题材也很不错啦 接下来第五套穿搭就是跟go poor真的很像的urban core 说实在这两个风格非常难界定 不过我观察到蛮多穿urban core的人 就会选择宽松一点的轮廓 因为像当初常古穿老师在papai带起来的 city boy感urban outdoor 那这套就很轻了啊 因为这么多层真的汗流加倍啦 不过超人不能怕热对吧 就像我前面讲的 面料的组合就是关键 因此尼龙巨子纤维混搭起来 看起来就是有协调性 而且我在防晒液外面加了一层背心 实用度基本上是拉满的 背心是engineer garments的背心 那我把它称作为超百搭错位拼接背心 整体的细节非常的够 它的口袋真的是让我出门的时候 不用再背小包了 那里面的防晒衣呢 是近几年你必须认识的韩国品牌 PAF 大家如果对PAF有兴趣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个牌子真的非常有趣 我会再考虑做一支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觉得其实像这件防晒衣 就有一些拼接的细节 也跟常见是稍微不同的啦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 其他筷子上品牌 其实尝试的成本还是低一点比较好 如果适合的话在进阶买贵一点的单品就可以了 那裤子一样是GU的宽松西裤 搭Samba就是一样好看啦 这套穿搭酷不酷你们自己说 太热了我要先去买杯奶茶来喝 但是我觉得 夏天喝热奶茶 比跑步 更管用喔 那这次的黑色穿搭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 那我也希望呢 会让你有一个冲动跑到衣柜前面呢 去找一些黑色单品 出来去做搭配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 此外呢 我觉得还有在一个方面呢 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在配件的部分啦 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会带一些 手表和钥匙圈之类来去做点缀 因为我觉得像配件类啊 就是可以增加你 穿搭细节 和这种层次感吧 就是可以在这个方面呢 多添增一点 个人的特色 我觉得配件的真的是 不可忽视的 小细节 那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哪些不错的视频呢 都可以欢迎 在下面 帮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个人呢 最近也是想要找一些 配饰来去做搭配的 或是你们最近有买哪些东西 我觉得都还蛮适合在下面留言讨论的 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看我影片呢 相信呢 观众都是 可以多一点互动的 这样会让整个 这种穿搭的氛围呢 会更好一点点啦 那我觉得这次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可以按赞订阅分享 还别忘记可以追踪我个人IG 才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阿伟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夏天喝热奶茶 比跑步更有用哦 奥利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